大家好,我是Cogin的Ryan 人工智慧已經開始進入到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 但是對於工程師和軟體開發人員影響有多深 目前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可以作為參考 單純的說人工智慧好或不好 已經無法解釋人工智慧影響我們的程度 今年Stake Overflow 將AI的議題放入到一年一度的問卷調查報告當中 這段影片我們可以透過這份問卷結果 窺探AI人工智慧影響開發人員工作的程度 我也會藉著討論這份問卷的過程 和你分享一些目前已經被開發出來 可以實際幫助我們提高開發效率的AI工具和服務 這張圖表是詢問開發人員 一年之後你的工作流程是否會因為使用AI人工智慧而有所不同 這張圖表有五種顏色 左邊的淡藍色是非常不同 也就是預期接下來的一年 受訪者認為他的工作流程會因為人工智慧有大幅度的改變 右邊的紫色則是稍有不同 越右邊則是越傾向改變的強度較低 最右邊的黃色則是預期一年後 與目前工作狀態非常相似 人工智慧並沒有帶給他太多的改變 透過顏色的區分 我們可以發現選擇預期工作流程 會有大幅度改變的淡藍色和稍微不同的紫色 佔了圖表的絕大多數 這顯示有在工作流程當中使用過人工智慧的人 大部分預期自己的工作流程 將會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和影響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哪些工作流程影響較深 哪些開發人員和工程師 比較不依賴人工智慧處理工作 當人工智慧興起的同時 常會拿出來討論的議題是 AI是否會取代工程師 但這樣的問題常常僅限於在寫程式這件事 也就是在第一個工作流程 在這份圖表展示的結果中 寫程式這項工作的確佔有很高的比例 但是對於工程師來說 他們每天所要面對的工作流程 不只是在寫程式 對於這些填寫問卷的開發人員來說 Debug和獲得幫助是佔比最高的 但藍色和紫色的加總高達77% 這表示人工智慧在協助開發人員 Debug的流程是改變最多的 其他還有比寫程式佔比更高的工作流程 像是撰寫程式碼的文件 學習Codebase和測試程式碼 這裡我想談一下學習Codebase這個工作項目 Codebase是指一個系統或是專案的程式碼 它還包含了設定檔和說明文件 開發人員在進入一個新的專案 在開始正式動手寫程式之前 需要花時間去理解它的架構和商業邏輯 即便我們已經有了程式語言的基礎 但我們仍然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理解 如果有人工智慧的幫忙 可以加速我們理解和學習的過程 目前已經有這樣的AI工具出來了 我將它收入在我CodeGym的官網中 這個工具的名稱是ExplainDev 我們可以直接在既有的專案中選取我們想要理解的程式碼 然後右鍵執行分析程式碼的動作 它就會用我們容易理解的自然語言 說明這段程式碼是做什麼用的 它也可以安裝在Chrome瀏覽器上 方便我們理解在網頁中出現的程式碼片段 是一個很實用的AI工具 我將網址連結放在資訊欄下方 你可以安裝在你的Visual Studio或Chrome上面 嘗試這類的AI工具進入到你的開發流程和生活當中 在這份圖表的左邊 涵蓋了開發人員大部分的工作流程 這些工作流程已經陸續推出相對應的工具和服務 幫助開發人員在特定的工作流程中提高工作效率 我等一下會和你繼續分享其他相對應的AI工具 從這份圖表的結果來看 對於未來一年工作流程是否會改變的預期 寫程式碼這個工作佔比只排到了第六名的位置 我想這和人工智慧生成出來的程式碼準確度有關 還有開發人員對於人工智慧的信任度有關 這份圖表是開發人員對於AI工具 信任程度的結果 最上面的highly trust 是對於AI工具的產出有高度信任 只佔了2.85% 和下方稍微信任加總起來佔了42%左右 另外有將近31%的人選擇觀望 剩下的27%則是傾向於不信任 所以有四成以上的開發人員 是信任AI所產生出來的資料 但信任會有程度上的不同 我自己也處在稍微信任的層級 因為我在之前的影片 有使用ChatGPT 撰寫操作Excel的Python程式 在這個實際示範的過程中 的確發生一些問題 你可以在這段影片過後 我作為一個幫公司開發系統的工程師 我會盡可能的避免發生錯誤 因為系統發生的錯誤 會造成公司名譽受損和金錢的損失 所以我會用更謹慎的態度 來看待AI幫我撰寫程式碼這件事 我選擇用謹慎這個詞 是因為我並不排斥AI或討厭AI 我仍然對於AI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它只需要再多一點時間 我相信它能發展得更好 或許就在我們觀看影片的同時 它又演化到了另一個成績 我想很多開發人員和我抱持相似的觀點 在這張圖展示了開發人員 對於AI工具的喜好程度 其中有27.72%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喜歡 相較於剛才的信任度調查表 高度信任只佔了個位數 兩者有大幅度的差異 這也表示了開發人員現階段 對於AI工具的信任程度 不影響到對它的喜歡 因為在下方強度稍弱的喜歡 48.56%加總起來 高達76.28%的人 喜歡將AI工具加入到他們的工作流程當中 為他們的工作帶來改變 開發人員對於一年之後工作流程改變 佔比超過寫程式的工作流程中 除了剛才提到的學習Codebase以外 還有Debug和測試 這兩個工作流程 我們可以使用Github的Copilot 這是由OpenAI和Github合作開發的AI工具 相較於從無到有 撰寫一段實現想法的程式 基於已經寫好的程式碼來建立測試腳本 AI工具的準確度會更高一些 在微軟的開發者大會上 微軟公開展示GithubCodePilot 快速建立測試腳本的能力 除了GithubCodePilot以外 我們還可以使用Amazon的CodeWhisper Replay的Ghostwriter 這些AI工具可以幫助我們 撰寫程式碼和測試腳本 還有Debug 提高我們開發系統的速度和效率 如果你時常需要用Sequel和資料庫打交道 可以試試看這個工具AI Query 它能讓你用簡單的英文 建立Sequel查詢 也能夠反過來 使用非技術人員容易理解的方式 對Sequel中的含義和目的進行描述和解釋 如果你是使用React開發APP 你可以試試看使用Quest AI 它透過聊天的方式來修改設計風格 撰寫商務邏輯和連接到你後台 結構化的設計模板 可以幫助你快速啟動你的專案 當我們撰寫好程式碼 經過測試沒有問題後 我們會寫說明文件 提供給廠商和團隊內部閱覽 這項編輯文件的工作流程 我們可以使用DocuWriter.ai來做 這個AI工具使用起來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將程式碼檔案上傳到工作平台上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產生出相對應的文件 說明程式碼的邏輯和用法 另外這個AI工具支援測試和程式碼最佳化的功能 最後當我們將程式碼寫好測試好之後 我們會將最新的版本提交到Github 或是其他版本控制的軟體上 讓團隊可以合併和Review 這項工作流程可以使用AI工具的What the Div 它可以幫助你和你的團隊更快的合併和Review程式碼 甚至讓你的非技術團隊成員也能夠參與在其中 我將這些工具收錄在我Cogin的網頁上 你可以在下方資訊欄中找到網址連結 這個網頁除了程式編輯和系統開發 還包含了文案生成、圖片生成和音樂生成不同領域的AI工具和服務 如果你在開發系統和學習程式語言的過程中 有使用其他的工具和經驗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和推薦 我也會持續收集最新的AI工具放在網頁上 當市面上陸續開始推出許多新的AI工具後 我們會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會在工作的時候使用這些AI工具 這張圖表的問題就是詢問受訪者 你目前是否有在開發流程中使用AI工具 有43%以上的人正在使用這類工具做開發 另外有25%左右的人目前沒有使用但有計畫要使用 最後有29%接近三成的人目前沒有使用也沒有計畫要使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開發人員已經有在使用AI工具 而這個佔比會越來越高 但我們也發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連未來要使用的計畫都沒有 會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專業的開發人員 並不是一個同質化的群體 有前端、後端工程師 也有硬體和雲端工程師 大家的工作領域和專業需求都不同 所以在了解這個問題的本質背後 我們必須從不同的開發人員類別來看這個問題 這份表格是依據剛才的圖表做展開 最左邊的欄位是開發人員的角色和類別 像是雲端架構師、設計師 從這樣的角色分類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類的開發人員使用AI意願程度的不同 還有在其他層面的差異 像是我在之前有做過一段影片 也是使用StackOverflow的調查報告 介紹哪一類的工程師薪水最高 我們可以透過工程師的角色分類 觀察這個產業每一個板塊的發展趨勢 在角色分類的欄位隔壁 是目前有在使用AI工具的佔比數據 從這些數據結果來看 目前最多人使用AI的工程師 是區塊鏈相關的開發人員 佔了這個類別的62%以上 其次是資料科學家和機器學習專家 也佔了六成左右的比例 資料分析和機器學習 是AI人工智慧所擅長的領域 所以相較於其他類別佔比會高一些 旁邊的欄位則是目前沒有使用AI 但是有計劃要使用的佔比 比較有趣的會是在下一個欄位 目前沒有使用AI 之後也不打算使用AI的人 選擇這個項目的人 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上不需要人工智慧 或是幫助有限 我們看看哪一類的工程師 最不需要使用AI 佔比最高的第一名 是遷入式系統和設備相關的工程師 有超過一半的人不打算使用AI 其次是硬體工程師 佔了這個類別的45.8% 這兩類工程師的工作 比較偏向於系統底層 硬體方面的工作 其實如果你細看這份報表 你會發現工程師類別在開發一批層 也就是比較靠近使用者的這類系統 使用AI工具的佔比會高一點 像是前端工程師 在最後一欄 目前有在使用或是計劃要使用的總和 佔了78% 將近8成的前端工程師 會將AI納入到工作流程當中 下方的全端工程師也有73%左右的佔比 會有這樣的現象 除了和工作屬性有關 也可能和我們如何看待AI的面向有關 因為當我們在討論AI工具 對我們工作影響的程度同時 有人提出了另一個觀點讓我們做參考 文章的標題是 AI 不是 App 它是 UI 作者想表達說 AI 是一個新型態的 UI 介面 文章中他提到 在未來的歲月裡 我們會發現AI在我們人類和僵化的計算機系統之間 扮演中間人的角色 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進一步的歡迎計算機 進入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不可能完全信任AI人工智慧 但我們肯定可以把它用得更好 同時如果我們可以不用放棄 使我們成為人類的東西那就更好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他的看法 我將全文網址放在資訊欄中 歡迎不同領域的開發人員 在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你的經驗和看法 希望這段影片帶給你一些幫助和喜發 我是摳俊的Ryan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